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宠物串联起来的原始间的情感故事 其实这种分段式的电影现在很常见了 不过本片所发生的故事都是在一个宠物店店主的竞争之下 各部分的关联应该会紧凑一些 而说起这部电影就不得不说演员阵容了 席专曝光参演人员的时候用的是突袭的方式 逮住谁拍谁完全记录了这些明星在面对惊喜时的状态 而从此次曝光的预告片来看 主演人员是大有来头的大牌 差不多半个娱乐圈了 从余和伟这样的劳细骨到口碑很好的年轻演员 比如陈伟霆 杨子山等 还有来势汹汹的新生代吴美和张子峰等人 令人意外的是郭麒麟同样也参演了 他们所演绎的六段故事由宠物关联起来 接着一提的是 这些宠物大多数也是有演绎经验的 而这六段故事中包括了爱情 亲情 友情 不过由于预告片中重太多让影迷们以为这是一部专门讲动物的电影 其实不是 影片世界宠物展现人间真情 不说其他就冲着这个演员阵容都非常值得期待了 本篇定于12月31日上映 这样一部温暖的电影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惊喜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